你好 今天老胡来回答这么一个问题 我能不能让谷歌暂停对我的付款 我把钱先放到它那个地方 回答是肯定的 谷歌的absence 就是它的支付的这样一个应用 它是可以你在上面 要求它暂停付款给你 有些控制选项 既然谷歌都实现了这样一个功能 它背后一定是有道理 道理它没有告诉你 老胡在这个地方做一些猜测 因为我跟观众之间的互动 问问题的这些人的背景 我大概知道有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第一个可能是他懒得跑银行 如果他每个月都要收钱 有一些收钱的方式 要求每个月到银行去签署文件 然后做一些动作 那就嫌麻烦 有的人收款 在本地的小城市里头还不见得方便 要专门跑到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城市 去操作这个 所以这是一个正当的理由 就是我嫌麻烦 那么你一年给我一次 或者一年给我两次 这样子 那就不是太麻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税务考虑 就是说我希望这个钱延迟到明年某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税务条件会改变 我预期我的收入会减少 这样子的话我把我的收入均匀化一些 这样我就在税务上会有一些节省 这个也是一个考虑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 当你的钱的数值比较少的 你几千块钱万百块钱挪跨年 我不认为会有问题 但是当你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 比如说你一年都会有十几万 二十几万的这样的美元的收入的话 那你要小心 因为我不是税务专家 我只是提醒你 就是说这个钱其实还是每个月 到你的Adsense账号里面 只不过是支付的那第一天 这个产生的变化 你是延迟收款 那这个实际的这个钱 你赚到这个钱的行为 它在税务上面应该怎么样记账 那我就不清楚 这个是应收账款发生在什么时候 那你不要通过这种方式来 就是说非法的避税 那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数字比较大的情况下 你应该去执行会计师 看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处理 我虽然支付的那个日期 我把今年的收入的50万美元 放到明年去收入 我是不是这个收入 就是全部算明年的 虽然整个的业务的发生 是在今年这个年度 所以这个要小心 另外一个可能是 纯粹就是私房钱 有某种考虑 经济上被老婆控制的很严格 这是一个额外的收入 我不想知道 那么我也不想收款 这些东西转账的记录的话 转入公共账号 也有好多各种各样的风险 那个钱就暂时存在 谷歌这个账号里头 等到想清楚来操作全面了 等到离了婚以后 再来操作这笔金钱 各种各样的考虑 这种方式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后面的思考 我也遇到过 有观众像我这样的咨询 其实就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我讲 我刚才讲的所谓的猜测 其实都是来自于真实的 对我观众问问题的时候 有的这些情境 那么正因为有些是合理的 有些是不合理的 不管怎么样 谷歌认为这项要求是合理的 所以它在Adsense里头 实现了这样一个功能 但是它有些限制 你不能讲我在这边一存款 存10年 它把谷歌变成一个银行 那也不行 好 那么它是什么样的限制呢 来看 暂停付款的期限不得超过 一年就365天 这样一个概念 如果你在当月的20日之前 付款时间安排 甚至暂停付款 就是说你要现在马上生效的话 你必须在20号之前 因为21号很多 全球大部分地方 21号到27号这个礼拜 它是付钱给你的 所以你要停止支付 你必须在21号 那马上第二天 它就这个月就不再给你付钱了 那如果是不是这个样子的话 如果是你21号23号 那个钱可能这个月已经付出来了 所以这个上面就拦不住了 这个钱付出来 那你Adsense账号的余额 就是变成0了 你再多钱都已经出来了 好 这是一年为限 它没有讲你能是多少钱 放在那地方 5万还是5000还是50万还是500万 这个它在这个里头没有写在文档里头 但是在文档里头没有并不等于它没有这个限制 因为当数额超过一定的这个数目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税务的预收的问题 你不能讲我一年这个收入是1000万美元 然后我就在明年的4月份来报税 你这个中间你国家失去了多少税收 你到了一定的金额 它会要求你按什么样的 比如说按季度或者按月来收税 是这样一个情况 也基本上我知道美国的税务是这样子操作的 其他国家大概可能会同样这个道理 不会让你因为你这1000万在这个地方导致一年的你的利息就会有多少 这个税务上面 所以它要及时收税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它在这个文档里头没有讲你限额是多少 超过这个东西对不起 你不能放在我这个地方了 它没讲 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和我的客户里头 没有发现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触发它这样一个限额的这样的状态 好 那么这是它从这个功能设置上面这样一个限制 我现在给你看一下怎么操作 你要登录到这个叫做 AdSense这个账号里头 这是谷歌支付给你钱的这样一个机制 在这里头的话 付款里面有个叫做付款信息这个页面 在这个页面里头有个付款时间安排 然后你展开这个付款时间安排 我现在已经展开了 如果你登陆进来没看到这你就点击 你这个地方会看到一个编辑就这样一个铅笔在这个地方 你点击它就会展开它在这个地方会有两个设置你可以改变 第一就是说你每这个付款的起始金额 就是说我懒得这个每个月收个100块钱105块 你攒够1万块钱再一次幸福给我就是金额上面 就是出发支付金额你可以设置 比如说你看他这地方可以讲1万块钱 那油管的缺省如果你不做改变 它是100美元或者是相当于100美元的 你本地的这个币值大概是这样的 会不会是准确的100 比如说你印度是多少多少卢比 这个台湾是多少多少钱的新台币 澳大利亚是多少澳币 是大概是这样的实质的 那么你这个地方可以改变 那你改变比如说你每个月只有100块钱的收入的话 如果你不改变这个数字 你每个月都会收到支付 如果你把它变成1万块钱的话 那有可能就是这个没有改变 但是没有办法触发你这个金额 那你要整个一年下来 你都没有攒够1万块钱 不是吗 那每个月100块钱 一年下来1000多美元 那实际上效果就是说你把它设置成1万的话 那也就是等于到了一年 一年攒下来比如说1300美元 那它到时候一次性到过了365天 这攒下来钱就一次性就给你了 那另外一个这个参数你可以控制的就是 安排这个时间 我刚才讲的 这最长一年就365天 你可以在这边设置成 像我今天这个日期10月29号 我就可以设置成2022年的10月29或者28 然后你保存一下 这个就会启动这样一个延期付款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这是两个金额两个值你可以调整的 那这实际的效果当你这样的保存以后就会使得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设置会立即生效 生效以后的话那就会改变 谷歌给你支付的这样一个时间或者是节奏 实际的效果就会以每个月的 钱就相当于存在它那个地方 对不起它不会给你利息 那你讲这样子操作 除了我刚才猜想的各种理由 有没有什么坏处会有什么风险 那么你把钱存在银行 银行一般来说是银行倒闭 你有风险对吧 所以但是银行一般是国家有另外一个银行有买个保险 也就是说你在这边存1000万的话 如果银行倒闭的话你是哪不回1000万的 你可能只会拿回来 比如说20万或30万根据它的保额 像美国这个银行的话 你在美国银行存了100万的话 你要是美国银行破产 像2008年这是金融风暴的话 美国银行风声鹤唳 股价跌到六毛几 那个时候如果这样真的破产的话 那按照美国的银行保险的话 你最多能拿回10万块钱 所以有钱人为什么把钱都分在不同的银行 甚至不同国家的银行 就这个道理 这是风险 那你就像我放到你这边 谷歌倒闭 这个钱我能不能要不回来 你如果很小的数值 你根本就不用担心 谷歌倒闭的这种可能性 不是非常大 你不会这么倒霉 如果是他坏消息出来 股价一跌再跌的时候 你有n多的机会把你这点钱 预先在他倒闭之前都拿出来 这是第一 第二 更大的风险是什么 就是你的账号出问题 因为这是你的一个支付 如果你的关联的YouTube账号 比如说出现严重的社区违规 比如说你关联的这个网站 出现违反 比如说你现在每个月20万美元的这个广告收入 最后在对你的广告收入进行审计的时候 发现你有很多是可疑的作弊 这种可疑点击行为 无效的点击行为 或者是故意的自己点击这个行为 或者买流量等等这些行为 那就可能会危机这个账号的安全 一般情况下来讲的话 我们讲这个钱在你的YouTube这个账号里头 还没有到这个Adsense账号 那个频道被关闭了 一般不会危机这个已经进入Adsense的账号的钱 就是你下个月还是会拿到 那么如果这个钱还在Adsense里头 那个账号被关闭的话 那个钱是会你再也拿不到了 那么我就讲一般情况下 单独的那个东西出现问题 或者是你的网站这个出现问题的话 那会危机你当月的 还没有审计完成的这个钱 你6月份出了事情 不会把你从1月份到5月份的这个钱 全部要回去 这是一般情况下 那么我相信会有例外 因为我看见的所有这么多被封账号 被网站取取消这个广告资格的 基本上都没有危机到他以前的款项 就是以前的钱他都给你接过了 但是我在油管的官方文档 不是在Adsense的官方文档 明确他写了 他保留追溯的权利 如果你通你现在6月份发现你有问题 他就保留追溯你前面的钱回来的权利 但是我没有看见过 我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任何一起实际的例子 把你以前的钱追回来 但是我讲的是追钱 这个钱已经给你了 但是如果你这个钱在他这里 你存在他这个地方 6月份查到你有问题 但是你1月份到6月份的钱 能在这个Adsense里头 这就有潜在的风险 所以当你的钱的数字比较大的时候 最危险的敌人不是谷歌 最危险的敌人不是你老婆 这个时候你就要同仇敌丐 要防止谷歌的 对你的金钱的操控的问题 因为你的网站 你的频道有可能会恶意攻击 如果是被你的竞争对手恶意的 设计了某种攻击 误告你 最后你会被冤枉抓起来坐牢一样 你也可能是一种 你无法解释 他认为是你作弊 你赚的这个钱 你这个钱还在他的账号里 在他的Adsense账号里头 我这个话不准确 是在你的账号 但是在他的平台 这个东西相当于什么 谷歌的Adsense相当于是谷歌 内部的一个银行 你在他那里头开了一个户头 这样子讲比较准确一点 你这个钱是你的 在你的账号里头 但是你没拿出来 然后银行讲你违规 我可以扣扣留你这个钱 所以这是更大的一个风险 那么我刚才前面也猜测了 就是要把钱存在这个地方的 各种可能性 我唯一建议的就是说 你数量比较小 你省麻烦的时候 那一年 然后你这个频道有比较小 你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披露 就是人家冤枉你 牵涉到的金额 也不是吓死人的金额 这种情况你放到这就放到这 有的人在小县城里头 懒得要跑到这个地区 或者大的镇里头的 某个商业银行里头去操作收款 这种情况你就想算了 我一年取一次或者是半年取一次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考虑方式 通过这种方法 像这样的话你就制定一个钱 比如说到3000块钱 或者5000块钱 你给我一次就可以了 在频道比较小的情况都这样 频道 频道长大了 这个数值比较大的时候 你就不要想办法赚税务的控制了 你赶紧把这个钱 转到你自己的账号里头 才是正道 不要贪小便宜 吃大亏 最后是你防得你老婆 没让她知道你赚了私房钱多少钱 但是你没有防到另外的地方 最后这个是反而寄费担当 一点钱都没有了 好 所以油管 不是 Adsense给你提供了这样一个机制 我希望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在你的 也 我希望通过今天这节目 来也让你知道了它的作用 它的风险 然后你自己合理的选择使用 好的 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